今天是选前倒数十天 新北市长侯友宜把握时间 带领议员参选人肖金言 到瑞芳地区扫接拜票 瑞芳区里长几乎全员到齐力挺 沿路许多乡亲更是热情高呼动算 支持侯市长连任 侯市长表示感谢所有乡亲的支持 自己将不负所托 继续努力拼市政 谢谢老师好 来我们到底来好花 来侯友宜动算 侯友宜动算 友谊友谊 动算动算 萧敬言动算 萧敬言动算 敬言进言进言 动算动算 市长是唯一最有亲民感的一位市长 最亲民的 所以你代理法长来 哇三十位以上 三十位以上的里长 从无过这样对方从来没有这样 包括朱立伦 包括苏贞商什么做过的企定的都没有 只有属侯友宜才有这种里 这这么多人欢迎他 侯友宜一早先到瑞芳第一市场及中正路 市长与乡亲相见欢 一下车便展现高人气 许多乡亲除了高呼动算外 更兴奋争相与市长合影留念 沿路许多市场摊贩也热情邀市长在摊位上签名 当然选举剩十天 侯友谊市长今天特别来到瑞芳 陪我们瑞芳唯一提名的市议员 肖静岩本人三十岁年轻人来辅选 那我们地方要改变一定要换年轻人来服务 那今天侯友宜市长特别来到地方 就是要帮静岩来辅选 我们希望除了要让侯友宜市长好好做事 高票联任之外 在议会也需要强力的后盾 也就是肖静岩能够进到议会 然后跟侯友宜市长一起服务 不要拜托 相信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换年轻人来跟侯友宜市长一起打拼 一起做事 进到熟悉的传统市场 侯友宜一一握手寒暄 有人就好像看到偶像一样激动 而侯友宜除了害民众 也没忘了卖力帮新人拉抬选情 要大家支持肖静岩 让新北市有更多的年轻人来服务 借成为瑞芳采访报导